我是奥风,也是秦城著名的废物七少爷 作者 风行烈,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 第八百一十五集 人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不断有滴滴的议论声传来 今天就是约战之日了,也不知道斩锋大人他们有没有准备好 不管有没有准备好,都得迎战 不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让那些断魂海的魔兽,进犯我们的领土 大陆的信仰,绝不容他们染指 妈的,那些断魂海的魔兽也太嚣张了 占据了整个断魂海域还不够 竟然连大陆也想收入囊中,他们就不怕撑死吗 哎呀,没办法,这人家实力强啊 我听说啊,这一次前来攻打的大领主足有几十个呢 而我们这一方,只有斩锋大人,秦朔大人,还有墨地大人 哎呦,这还有千沙大人,四名大领主 这实力相差的太悬殊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光是一个斩锋大人就能顶对方不知多少大领主了 那断魂海霸主再厉害还不是输给过斩锋大人 又不是人多就一定能胜的 没错,这次斩锋大人已经发布了召集令,相信所有大陆高手都不会置身事外的 这也是事关我们所有大陆强者的荣耀之战 一定要把他们杀回断魂海的老家去 这一句话,说得周围的强者们一阵热血沸腾 某个身材壮硕的大汉咧嘴一笑 拍拍那说话人的肩膀道 兄弟说得好,我们不怕他们,走 走 周围众人齐齐捏紧拳头,高应一声 这一个月,北京风起云涌,动荡不安 大半个月前,断魂海霸霸主突然放出即将进攻大陆的宣言 他毕竟是一代魔兽王者 无组织无纪律,他偷袭大陆,犹辱他的身份 事已,此次他以投递战书的形势 腰战以斩锋大领主为首的大陆众夺强者 定在九月一日,率领断魂海部众前来攻打海陆交界所 断魂岭的达游岭要塞 消息一出,整个大陆立刻陷入了阴沉的气氛里 大陆诸多强者,人心惶惶 甚至要比当初天王岭和势必出土还要混乱 和势必争夺,只是小范围的厮杀拼斗 这种拼杀不会影响整个北境的格局 沙蒂斯和莫蒂,碍于身份都没有正面出手 更不要说斩锋 而此番,海陆大战却是硬碰硬的军队交锋 大面积的强者交战 参战的大领主突破半百 绝对是北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影响深远 海陆两大阵营的平衡是否会被完全打破 全看以斩锋为首的大陆重高手能不能手下达游岭要塞 蓄日东升,朝阳已从天边冉冉升起 人流不断地涌向达游岭要塞南城门下 而此时的城墙上也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军队 每一个驻守的成员都在神王级以上 其中更有数不清的神皇、神帝乃至领主 正是斩锋大领主麾下的神风军团 城楼下方聚集起来的大批量强者 则是大致分为四个阵营 一方是神剑岭所属的神剑军团 一方是红锋岭所属的红衣军团 一方是冥王岭所属的冥王军团 最后一方则是应斩锋大领主召集令而来的散人部队 北方大陆各大战队 统称北方统战军团 四大军团早早地排好了方阵 严阵以待 虽然神阶高手皆能飞行 但一般来说大型战争之时 只有作为主力交战的大领主会在空中对阵 其余人升空极有可能被大领主及强者交锋的余波波及到 军团的战场还是在陆地上 如今的天空之上只有四人银风着力 为首一人银发银眸一声素色长衫 气质温润步伐威严 在场的众多强者不管是谁 在看到他的时候都会表现出敬畏之色 这是号称北境第一人的斩锋大领主 斩锋之强已是北境公认的了 然而真正到了眼前 人们才明白他的实力到了何等地步 他的身体中好像隐藏着一柄刀 无比地犀利丰锐 然而他周身又有一圈看不见的隔膜 阻住了这种外放的刀器 这种感觉矛盾却又自然 是其他任何一名大领主都无法做到的 他和其他的大领主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人 完全站在了不同的台阶上 有些人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突破了 就算没有 恐怕也只差那临门一角 他的右后方 身着黑色蟒袍 后腰处挂着一对乌黑匕首的男子 暴凶而立 男子容貌俊逸 双目紧闭 面色冰寒僵硬 身上散发着一股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气息 这人便是平常极少在人前露面的杀手之王 冥王千杀大领主 仿佛习惯了阴影 千杀即便是站在空中 也显得飘忽不定 似乎随时会隐去身形 他是空中的几人里存在感最低的 但却是最危险的 将虚无傲义掌握得炉火纯青的他 无疑是一名可怕的杀手 斩锋的左后方 立着一名身材修长 极为俊美的墨山男子 他腰间挂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宝剑 双手背负在身后 显得相当的风流潇洒 毫无疑问 该男子就是神剑岭的剑之王者 墨帝墨九君 他的唇角始终带着一缕微笑 便是在这肃杀气氛之下 也没有分毫的紧张 不时向着人群中 投来视线的美貌女性 微微一笑 惹来一大片女子的灼热注视 曾经北京最受欢迎的美男子 果然是名不虚传 而另一个 让人群中过半女性瞩目的 就是墨帝左边的 那道火红的身影了 这男子一身精致威武的红色铠甲 火红的眼火红的发 英俊到极点的脸上 扬着一缕冷傲的笑 如果说墨帝是斯文俊秀的典型 那么他就是阳刚强势的典型 不过与墨帝不同的 是他完全无视了那些女人的视线 直望前方目不斜视 冷酷的表情却惹来更多的轻暮 这人当然就是如今 北京崛起速度最快 人气最高的红衣大领主秦硕 相对于老牌大领主 他这名新晋大领主近年来的战绩辉煌 还是继墨帝之后 能让北京无数女子疯狂的男人 又有一个号称新秀榜第一的儿子 自然是声名远播 秦硕摇望着天边 右手紧握着战刀 手背上青筋引线 飞红的双眼里似有火焰在燃烧 身上散发着浓浓的战意 好像已经等不及要将那还未露面的对手碎尸万段 我说秦硕老弟 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他们人还没来呢 你怎么连楷花都用上来啊 秦硕身旁的墨帝 看见他这副模样 不禁摇着头笑道 秦硕却没有回答他 周身气势丝毫不减 沉声道 这次的战事 据说是沙蒂斯挑起的 他已经加入了断魂海域魔兽的阵营 今天也会来参战 末帝一愣 这才明白过来 无奈地笑了笑 秦硕老弟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沙蒂斯就交给你 我不会出手的 说起来这家伙也真是不够长眼的 惹到谁不好 偏偏惹到了你 惹到你也就罢了 还偏偏动了你最疼爱的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本集结束了 拜